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解南朝玉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矣 阿弥陀 讲到四年被困扰冠军 三等等究竟方便是差别 好 你们看 那看到三十六月第一行 赞叹佛的断得圆满 那么这里在处理什么叫做余习 就佛跟阿罗汉的一个差别 佛是把烦恼跟习气都断掉了 那么阿罗汉只断烦恼没有断习气 那这个习气有所谓叫做不染乌无知 不染乌无明 就是不会障碍解脱的 但是这个习气会障碍成谋 那现在来看什么叫余习 那么一般我们 一般我们讲阿罗汉入涅槃 所谓的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 这个云我们先来解一下 云一般说有余跟无余 那么在原来阿罗汉经的意思 有余就余有这个身 就余有这个业 所以无余就是连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的苦 这个夜深夜暴身也没有了 叫无余 那么到了大圣佛法 有余 就是他这个涅槃是不究竟的 他余有 余有这个习气 余有这个烦恼 那这样的一个观念已经就是 他已经不太一样了 那么这个余 如果大圣佛法就是余习 余有这个习气 好 我们来看 那什么叫余习 无始以来 久习烦恼的万习性 就习惯 佛弟子阿罗汉 那烦恼都断了 习气还是有余留的 好 那这个叫做余习 所以有的还要骂人 骂惯了脱口而出 连自己都不觉得 有的还会笨笨跳跳 有的是坚持己见 好 那么 就是老师在这里举了三个例子 那么大制作论举了很多例子 七八个例子 他首先我们来讲 运生老师举的例子 第一个是 有的还会骂人 骂惯了脱口而出 连自己都不觉得 那么这个是指 必领且婆且 这个阿罗汉 这个阿罗汉 他要过河 他就习惯 跟很多女神说 悲女 这个叫很多女神悲女 想要烂开 那么很多女神 因为他是阿罗汉 他也没有恶意 他就习惯 你会看有一些人 以前可能过去是当官 那种习惯 到了一个地方 好的他要先用 然后看到 看到人家不对 就是脱口而出 就是会骂人 他当官当习惯 就有那种 我们叫做官了实情 过去生也许当 当什么员外 当什么官 骂人骂习惯 看不对 他就骂 他最大 去到哪里 好的地方看到先用 但是他没有恶意 他也不是贪 也不是撑 但是他就是有这种习惯 那碧灵切剥解 就有这种习惯 走到哪里 你们让开 你们这些 很有女神 再怎么说也是个女神 他也是个很有头有脸的 悲女 让开 习惯叫人叫悲女 那么自己都不觉得 这是碧灵切剥解 有的会笨笨跳跳 这个是摩托剥合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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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笨笨跳跳 那么他据说过去很多生做猴子 那么即使针了他的话 还是像猴子一样 我的讲堂里面有些有一楼二楼的 从这个地方跳到那个地方 走楼梯不用走的 用跳的 从从梁这边跳过来 又从这边跳过楼梯 跳来跳去跳来跳去 习惯了 可是他这个没有恶意 但是他就是那种习惯 另外有的兼职己见 兼职己见 基本上有两个人 一个是大价舍 一个是舍异伯 那么大价舍跟舍异伯 由于这个大价舍异伯 两个人都有称心的习惯 那个碧琳铁伯爵是有慢心的习惯 奥漫的习惯 摩托剥合杖 是有散乱的习惯 跳来跳去跳来跳去 那么像猴子一样跳来跳去 那这个坚持己见的 基本上有两个 这只是当初论举的例子 一个是大价舍 一个是舍异伯 那大价舍我们说过 大价舍 大价舍这样就是这样 佛陀讲他也坚持己见 那个佛陀跟大价舍讲 那么大价舍他在哪里 大价舍七天就在哪里 你那么厉害 那这些清晰的别积 很多佛法不懂 你跟他们做说法 三次大价舍都不要讲 第三次他才跟佛陀说 哎呀 这些比胸 那么就是他不公信 就是他们都散乱 阿难的弟子 跟目见人的弟子 两个常常在斗争 跟这些人讲也没有用 他不要跟他们讲 那佛陀跟大价舍讲 价舍你年纪那么大了 你不要自己住了 你到僧团里面来 僧团里面有侍者 有些沙咪 有些一些比丘 可以服侍他做他的侍者 你一个人他一个人年纪又大 那么就是你不要自己住了 不要修苦行 他是修陀陀陀行苦行 你回到僧团里面 不用那么刻苦 他不要 他说我已经习惯了 你就让我自己自己住就好 坚持己见 你要就不要 那舍异佛也是 舍异佛也有称心的习惯 然后这个 但是这个 大价舍异取的这个称心的习惯是说 佛陀要露面的时候 这个大价舍 说阿娜你哪里哪里做不对 你要唱会 称心的习惯 然后要结集经典的时候 佛没有要结集经典 阿娜你没有证阿罗汉 你不能结集经典 就算你很重要 我坚持原则 你还没证阿罗汉之前 就是不让你参加 我宁可不要你参加 你一定要证阿罗汉 所以阿娜在结集经典之前 拼了命证阿罗汉 就算你很重要 但是你没有证阿罗汉 我不愿意跟不亲近的人在一起 阿罗不亲近 因为他才出国而已 阿罗汉是把烦恼断尽了 他还不亲近 所以他怎么样坚持 大家都觉得阿罗 阿罗是听最多的 最重要的 没有他 这个结集经典就不圆满 大家是不愿意 就算你是最重要的 他坚持极限 不愿意跟不亲近的人一起结集经典 不愿意 除非你 你正阿罗汉再来说 坚持极限 是大家社的个性 阿罗汉有这种个性 那舍利佛呢 你要称称称秘佛 大家是个口头第一 舍利佛 怎么样有称任心的习惯坚持几件 舍利佛就是有一天听到佛陀说 舍利佛食不进食 食不进食就是你这样吃饭不如法 这样应供不如法 不清净食不进食 佛陀说舍利佛食不进食 不进就是不先进 其实就是不如法 那为什么我们先讲他为什么 为什么佛会说舍利佛食不进食 那就是有一天 有一天佛陀到僧团里面 不能看见他的儿子罗吼隆 他看到罗吼隆 他说罗吼隆你怎么变这么瘦呢 罗吼隆就说 不就都吃不好就瘦啊 第一个吃很少 第二个吃很少就算了还吃不好 咱们就说一下没用的没用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的 因为他的和尚是谁 舍利佛 舍利佛是跟 罗吼隆是跟舍利佛出家的 撒咪是跟舍利佛出家的 舍利佛不是都有人在请他去运供吗 运供都吃得很好 那他基本上出家人是这样的 两种 一种就是运供 一种就是起食 拖拨起食 起食是你自己去外面 拿着拨 然后人家供养你的 一种是运供 到人家家里 或是人家拿换下来 那么供养你的 那如果是起食 然后沙咪 他照借辣牌的 你出家十年 二十五年 十年照借辣牌 新出家人牌后面 沙咪排在比丘后面 就是这样 进 那就是沙咪跟比丘 照借辣 所以那是你看 比如说有五十个人 那人家准备没那么多 准备三十个 就前面三十个人 后面就没有了 所以越后面的 因为出家比较晚 或是沙咪 生分比较低一点 那么还是有伦理的 照借辣 但是有一些后面的 前面的会把食物喷给后面的 也会 就是回去他会舍给他们 有些也会 但是就个人托个人的锅 这个是起食 如果硬供呢 硬供也是照借辣 如果今天 因为比如说 这里佛陀有一千个比丘 竹林金色 假设讲 有一千两百个比丘 可是你如果说 我今天要共生 你不可能共一千两百个 财力没那么雄厚 除非是阿者是王 无遮 没有禁止任何比丘来都可以硬供 一般要共生都有明明的限制 我今天要共五百人 请佛陀派五百个比丘来 我今天要共两百人 请佛陀派两百个比丘来 要派谁 照借辣 今天这两百个人去 下一次从这两百零一年开始 你可以不要去 不要去就必补 照借辣 像我们吃饭也是这样 我们以前在服务院吃饭 从院长 教务长 学务长 然后后面还有在家的 然后如果 我们是这个比如说寻堂的 要从前面寻 寻到后面 那后面的人才有分道 那这个 这个一样都是这样 罗佛陀的撒咪一定是排在最后面的 硬供要轮到他不知道轮到什么时候 因为比丘很多 佛陀的是带着比丘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有撒咪已经是好几年后的事了 有七八年后的事了 那个时候都一千多个比丘了 那这个 硬供要供到罗佛陀 那可能也没那么好 也没那么多 其实要到罗佛陀 那可能也没那么多 所以佛陀就说 罗佛陀你怎么最近变那么瘦 罗佛陀就 他都吃不饱 吃不好 就讲成这样 佛陀说那你的和尚是谁 他都当然知道 他我也不知道 舍利弗 舍利弗这样 就是说舍利弗没有照顾到这些沙尼 然后他去硬供 他不可能吃不好 他其实一定 他是排在去前面一定是最好的 那你吃饭 就是意思说舍利弗不禁止 舍利弗这样硬供不如法 他去硬供 那你们都没有去硬供 硬供他吃的比较好 脱脱就不一定 脱脱是脱到什么吃什么 人家给你什么就什么 人家给你的不一定是好的 但是硬供一定是好的 人家请你去吃饭 不会请你吃不好的 你去脱脱可能脱到汗气腔 你去硬供不可能人家用汗气腔下瘾 就是类似像这样 他有什么就供养米什么 可是硬供他是特别准备到供养米的 他一定是比较好 比较有营养的 比较多的 那你有跟着去硬供吗 有吗 可是好的也轮不到我 那所以后来 佛者就讲了一句话 舍利弗食不禁止 舍利弗这样的硬供是不如法的 也不是说不如法 就是说没有很注意到 其实有一点点贺责舍利弗 没有照顾到这些沙米 罗后罗都这样的 其他沙米人一样 所以舍利弗一听到 佛陀喝着他不进食 他马上把他吃的东西吐出来 而且自己发现 从今以后不接受任何人的义供 那这些大伤者就紧张了 佛陀不以无事而云供 就是说没有特别的事 就是说除非这个众生 因缘俱主要得度 佛陀接受他的硬供 才去给他请 接受他的硬供 然后为他说法让他得度 佛不以无事而云供 而接受云供 那通常都是这些阿罗汉 舍利弗 穆建帘 这些大阿罗汉去云供 让众生共同典 很多像须达罗港者 波斯尼王就紧张了 赶快跟佛陀讲 世尊你也勸勸舍利弗 世尊你不以无事而接受应供 我们要供养佛都很难 现在人要供养这些大阿罗汉都很难 为什么 舍利弗又不以无事而接受应供 那你又不应 你也是 舍利弗从今以后不接受应供 那世尊你又不以无事而接受应供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 修福报供养这些大阿罗汉呢 你去劝劝舍利弗 佛陀说这个人 这个人 这个人很难劝 他说这样就是这样 他说这样是这样 甚至有一次 有一次这个 有一次这个佛说 这个舍利弗 有比丘 有一个比丘就是他 他那个座具 那个座具就是一般 比丘有三个 一个是衣 一个是波 一个是座具 衣波聚 那么聚就是 以前没有床 就是一块布 然后你叠起来可以打坐 铺在地上 然后张开来 可以握在那个座具上 握具 也是像这样 可以坐可以握得一块布 那么有一个比丘 他展开座具来 躺下来又觉得布太小 然后他可能身高比较高一点 然后坐起来又觉得不够 所以他就怀疑 佛不是智慧圆满吗 他就在那边 就是 就是讲话有一点点 好像怀疑这样 佛不是智慧圆满 他怎么不知道这个布 这样太小 我们不够坐 他就怀疑佛的智慧不是很圆满 他就在那边就是发牢骚就是了 然后后来这件事就传到佛的手里 佛的耳里面 可是那个时候舍利佛是在 舍利佛是在在场的 那佛就知道了 他就说 他就把舍利佛叫来问 他说 那么你身为比丘的上座 就是手座 他是手座 他是智慧第一 手座就两个 舍利佛跟悟见 那你身为比丘的上座 就好像说他责怪舍利佛 你身为这个沙咪的师父 那么这个沙咪吃不好吃不饱 吃到这么营养不良 你却连注意都没注意 有施责 那么另外一次这块舍利佛是说 这个比丘不懂 那你知道的 你也不跟他解释 也不跟他说明 你就放任这个比丘 在那边对佛有怀疑 而且在那边发牢骚 你这样是有过失的 罚你去晒太阳 晒太阳就是日证当中在那边晒 就说罚你去罚站就是了 在太阳底下罚站 舍利佛阿罗万也要被罚 你都知道 我们不是 我们都是贵乡 在佛选贵乡 以前读佛学院的时候 罚你去佛选贵乡 他不是 罚你去太阳底下站 那这个 就有人看到舍利佛被罚站 就赶快来跟佛祖讲 师父那舍利佛现在身体不太好 你不要罚他 你叫他休息也不要站那么久 就来说起就是了 佛陀就说 佛陀就说 罚他好像不知道站几个小时 路中站他不知道站几个小时 反正就是站 他罚他去罚站 这个舍利佛这个人 他说这样就是这样 他没有办法改变 现在我就是跟他讲 但是他也觉得不会 他觉得佛教我罚站 我就罚站 站多久就是多久 他第一个他不会怨恨佛 也不会怀疑佛 也不会打折扣 这样就是这样 兼职不改 说这个人没办法改 这个人这样就这样 你说去舍利佛再接受应供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从此以后不应供 然后我们怎么办 我们修福报了怎么办 这个人心非常的坚定 没办法改 你叫舍利佛不要站了 神体这波不好 可以休息了 就算我现在叫他休息 他也绝不休息 他觉得佛这样说就是这样说 我就是这样遵循而已 其心兼职不可改 那么所以他说 他说心不可回转 那这个就是讲舍利佛 所以他说这个是兼职极见 两个人 一个是舍利佛 一个是大家设 这两个人都有诚心的习气 大家设是妥妥丁 舍利佛是智慧丁 他们两个人都兼职极见 有诚心的习惯 另外还有谁呢 我们除了讲到这个 毕临邪博邪 魔陀婆合战 舍利佛跟大家设 老师讲的大概就是这三 这四个人 另外还有 难陀 难陀 你要知道难陀怎么出家的 难陀的太太是非常漂亮的美女 她出家是看到佛的三十二三八十床 被射座跟着出家 没有多久就好回了 想要回家 想要回家 所以她是有贪 难陀跟阿难其实都有谈心的习惯 就是欲贪 那难陀有欲贪的习惯 她正在阿罗安把欲贪断借了 但是她还有一种习惯 大众里面有男有女 她一定先看女的 她一定是先看 她不会先看男的 她一定习惯先看女的 先注意女的 然后说法一定先跟女众说法 这个就是她的习惯 她没有卵心的 可是这个习惯 这个是难陀 欲贪的习惯 舍利佛大家说有称心的习惯 摩托婆娥扎有散乱的习惯 碧琳且婆切有乱心的习惯 就这样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还讲这个交换锅 交换锅就是 过去生成功做牛 吃了饭之后 吐出来 然后再吞进去 饭除 这种习惯 所以佛陀说你不要 你这种习惯不好 其他的习惯 有些人还可以容忍 这种习惯 世间人没办法容忍 看到你吃东西 吐一吐又把吐的东西吃进去 人家都吐出来 人家会毁谤 你不要留在人间 所以佛陀就规定两个人 一个不要在人间 一个不可以离开人间 不能在人间的就是交换锅挺 你不要在人间 你到天上 天人不会嫌弃你 天人会供养你 而且他知道你是阿罗汉 他不会嫌弃你 人间的凡夫肉眼一定会嫌弃你 毁谤你 你不要在人间 你到天上给 你到天上给天人做福田 一个一个留在人间给人间做福田 冰头颅火揉动 你不可以离开人间 你要在人间给人间做福田 因为他随便显现神通 那么这个会让正法 比较没那么 就会混淆正法 所以你要留在人间给人间做福田 你不可以入虐板 那交换锅也会来入虐板 佛虐板没后多久他就入虐板 他也没在天上 但是他是佛规定 他不要留在人间 他要在天上 不要来人间 因为他的行器不太好 这个是行器的问题 那大概就这几个 大概就这几个 那当然每一个 每一个这个阿罗汉都有行器 所以叫做云行 云行 他没有把习气断掉 那到了菩萨阶段 就要断这个习气 然后断到圆满旧心 连习气都没有 这个就成功 所以佛讲 唯有佛才能将烦恼与习气 完全断去 这才是最清净最圣洁 拿起基督教徒 你也说耶和华是圣洁 耶和华就是上帝 他的儿子耶稣 耶和华是上帝 那我们说过 上帝其实没有那么惨暴 不可能 因为梵天是修事无量行的 梵天的梵德 梵恨 其中一个就是慈悲心 博爱 他不会 刀立天就不会杀神了 何况是梵天 梵天要更高 所以他讲这个动不动就发怒 杀了千千万万 甚至用洪水来淹没地球 几乎连人类和动物都断了种 狂慢凶狠到这种地步 还能说圣洁 那么基督教自己也知道 旧约圣经的上帝太残暴了 所以后来不讲旧约讲新约 有人中文去统计 旧约圣经里面的上帝 到底杀了多少人 干了多少坏事 如果去查就会知道得到 但是其实我们说过 这个是上帝背黑锅 真的 这不是上帝 这不关上帝的事 那是那些帝王 那么假借上帝的梵义 那么说你不天管的话 就会这么严慌 其实不是 然后当他杀了 以色列人都杀了五十几万 而且曾经每一个家庭都死一个人 只因为上帝要惩罚他们 这个只是帝王的计量 用宗教 因为人家信宗教 人家国人信王 信宗教 用假借宗教的免疫 那么实行他帝王的统治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圣经里面像旧约圣经 其实也是掺杂了人间 人间帝王的统治思想在里面 他当然有上帝的话 但不都是上帝的话 这一些都是上帝背黑锅的 所以旧约里面洪水淹没地球 几乎连人类和动物都断了中 那其实大洪水是当时有的 各个传说都有都有大洪水 那个应该是地球早期的 那么他们借由这样的来说明而已 那么后来有所谓的诺崖方舟 就所有的人都淹死了 只留下诺崖一家两个的一些动物 只是这样而已 当然这不可能是真的 但洪水是有的 那是借这个 说动不动发露杀了千千万万 那么我们说过这个是旧约圣经里面的 旧约圣经里面的 新约的就比较没那么残暴了 把这些东西改掉 新约把这些东西改掉 旧约的上帝非常残暴 但我们说过这个不关上帝的事 就是上帝如果造了这些恶约 他也要剁三二道 他也要剁三二道 而且业那么重 他也要剁三二道 所以我们说上帝堆的黑锅就是这样 那些叫人家信上帝的 让上帝堆的黑锅 其实是这个政治假借宗教 来钳制人民 来控制人 没有这样子 佛教也有这种 就是假借佛土的名义 来控制人 你要怎样 造了很多伪造的佛心 也有 也有这样 那也有这种 你要交多少钱 然后我帮你做什么 要交多少餐 这不关佛的事 佛没有这样子 我们归信佛 不是民信 也不是为了与佛 有什么同族等关系 那这个是针对基督教来说 天主教跟基督教 因为上帝早期是有选民的 他是以色列人的 后来是以色列人的上帝 后来普遍就变成一切人的上帝 基督上是选民的 要选的 不是说你信他就去 没有的 是跟他同族的 上帝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人 那么佛教徒是谁 谁能圆满一切功德 我们就归敬谁 他说佛教徒是 谁能圆满一切功德 他并不是一定有同族 就释迦族 不是的 不是的 你不是有血统上的关系 而是有法统上的关系 就是你具有的佛法 而且佛教跟基督教的差别在 基督教上帝是唯一的神 佛教不是 你信基督教 信天主教 你不能做上帝 你就是上帝的羔羊 你甚至不能做上帝的使者 没有 但是有一些有上帝的使者 你只能做上帝的人民 佛教不是要的 你可以跟佛一样 你不可能跟上帝一样 不可能 你信上帝不可能跟上帝一样 但是你信佛 你可以成佛 你可以跟佛一样 而且 当然 后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信上帝的 后来就不选择一切的 只要你信就可以得救 早期不是的 早期有选民的 那 他是有选择的 那佛教不是 你谁修了这个法 谁就可以成佛 不分男女老少种族 不分的 不是说你是释迦族的人 就比较容易 没有 跟你的血统没关系 跟你的修行有关系 那这个是一个差别 所以他讲佛教徒是 谁能圆满一切功德 我们就归尽谁 真人就尽圆满一切功 只有佛 所以我们要归一他 不归一外道的天神 这里来讲为什么我们要归一三宝 佛法身 道理在哪里 前面讲过 世间人的归一就归神 御界的天 色界的天 大概就这三个而已 归神 御天 跟色界的天 就是大饭天 就是这三个 宗教也大部分就是三种而已 然后饭天 大饭天上去就没有了 大饭天上去的天神 不会下来人间传教 不会 他们在产地里面 他们不会下来人间传教 他们也没有倦属这种观念 是没有的 那大饭天以下都有倦属的观念 有王 有府 有众 有倦属的观念 而且月底下的倦属要越多 有 有犯王 有犯府 有犯仲 遇见天 有天王 有天府 天使 有天仲 都有 就好像猴有猴王 有这个 蚂蚁也一样 蜜蜂也一样 那么有一些就是辅佐的 有一些就是基本仲 六道众生大概都有 但是设戒 犯天以上就没有 他当然也有天王 但是就比较不注重这种眷属 没有那种眷属 很多人 千子白孙 多子多孙 没有这种观念 这个犯天以上的人 也不下来传教 也不会派人来传教 犯天以下 包括大犯天 这设戒天 设戒天以下 御戒天就很多了 一王大利 四大天法 这些御戒天就很多了 阿修罗也有 鬼道也有 鬼有鬼王 他更加拉了 所以世界那么多宗教 都是这样来的 各式各样的宗教 因为各式 因为他们是化身的 鬼有胎生的 那天人都是化身的 这边的人 修他的法 信他的教 死后就升到他的地方 具有他的功德 就升到他的地方 其实就是这样 就好像你去考警察 你就练检查 练习警察的技能 你后来就成为警察 你考医生 考护士 都一样 你读他的书 然后修他的技能 后来就成为他的人 就这样 各行各月都是这样 各天各处也是这样 那犯天以下才有 犯天以上就没有 那基本上就分三大类 比较低层次的鬼神 鬼神前面讲过了 鬼神好凶杀 然后玉戒天 玉天丹珠玉 那他们有福报 有善没有错 那鬼神是有善有恶的 鬼神是有善有恶的 但是都带有称心 玉戒天没有 玉戒天都是善 没有恶 也没有称心 但是有谈心 那梵天呢 梵天更高一点 但是有慢心 大概就这样 都不圆满 所以这个都不值得归依 基本上就在讲这个道理 好 那 所以 真人究竟圆满一切功德的 唯有佛 所以我们要归于佛 归于佛 不归于外道的天神 我们归于第一个 归于佛 中不归于外道天魔 就是这样 外道天神 那魔 魔是在玉戒的地右天 他也是玉戒天 但是天魔范 我们讲过 天是指玉戒的道理天 魔是指玉戒的他话是在天 那范就是社界的大范天 那玉戒就包括 包括这个玉戒天 玉天丹诸玉 那么前面说的 这个 我们为什么不归于 那 这个 鬼神浩雄沙 玉天丹诸玉 独犯 亦慢住 亦归归一处 那四千归一就是这三个 主要全部不会超过这三个 范天以上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不归于外道的天神 佛道之外的都叫外道 佛 佛门之外的 好 智德 恩德 断德 这个叫三德 一切佛都是平德的 都是究竟的 前面有讲 断德圆满 没有余洗 断尽一切烦恼习气 那么智慧圆满 在前面的 智原悲无极 断杖无一极 这三德的究竟 今天讲这个道理 好 那么 所以总说来说 智德 恩德 断德 一切佛都是平等的 都是究竟圆满 每一尊佛都圆满 没有一尊不圆满 不圆满不能成为佛 那哪三个圆满 智慧圆满 慈悲圆满 大智慧 大慈 大慈悲 断尽一切烦恼 不能说假佛愿力大 义佛愿力少 小 那么佛跟佛之间的愿力不一样 没有错 但是他是修 佛跟佛都是圆满 当然是因缘不太一样 愿力不太一样 有的发愿在净土利益众生 有的发愿在惠土利益众生 有的用声音 有的用文字 有的用香味 不一样 利益众生的方式不一样 利益众生的数量不一样 就是利益众生的方法不一样 所利益的众生不一样 但是慈悲智慧都是圆满的 因为他们本院不太一样 修行入门的法门也不太一样 比如说释迦佛 释迦佛是在惠土成佛 那么他是以精进跟忍入 重点在精进 释迦 所以他释迦佛是在惠土成佛 那么他是以精进跟忍入 重点在精进 因为惠土就需要这两个 释迦 所以他释迦 他释迦在惠土成佛 彌勒 彌勒 在净土成佛 那个时候是人间净土 净土又分两种 人间净土跟天上的净土 阿弥陀佛是天上的净土 也可以说三界外人净土 彌勒是人间净土 他在人间八万四千岁的时候 人间净土成佛 他是以慈心 他修行是以慈心入门 一发言一开始就吃素 不死众生肉 代表他们慈心入门 释迦佛是以忍入精进入门 那他也一样 法善彌勇 创造净土 彌勒成为阿弥陀佛 在极乐世界 创造庄严禁 创造净土利于众生 释迦佛 庄严禁土利于众生 让这个净土慢慢不好 在五卓二师 在五卓二师利于众生 不太一样 弥陀佛 在人寿八万四千岁的时候 来这个人间 庄严这个净土 成为人间净土 利于众生 这不太一样 但是从智慧 慈悲 因为他要利益的众生不一样 他要度化的众生不一样 所以他的方法也不一样 你到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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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到山上 要利益的众生不一样 你要讲的方式都不一样 你到海边 有可能 叫他们怎么捕鱼 但捕鱼是杀生 叫他们怎么样 不杀生 然后可以 可以过生亡 那一样 然后到山上 可能就叫他们种餐 然后这些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那针对哪些人烦恼比较重 你就专门说那个法 对着他的方法 所以佛跟佛之间 那么不能说假佛愿力大 以佛愿力小 但是入门又不一样 那是因为众生不一样 所以显现出来不一样 并不是佛跟佛不一样 因为每一圈佛都圆满 不圆满不能叫佛 那既然圆满就是没有缺安 没有少 哪些都没有 也不能说以佛智慧高 神力大 禀佛要小一些 不是 只是诚信给众生的不太一样而已 因为如佛与佛之间 有大小多少的差别 就是神通多 神通小 神智慧高 智慧少 有这些差别 便就是不圆满 也没有究竟圆满 就是圆满 所以不圆满的不能成为佛 所以佛佛到头 其实是一样的 佛佛平等 但从经典来看 佛的射身有大小 寿命有长短 比如说过去七佛 我们说过过去七佛 比如说弥勒佛八万岁 八万四千岁 这个最高 另外过去佛 匹博师佛也八万四千岁 八万岁 过来师器佛有七万岁 毕首佛有六万岁 那现在是居留孙佛 居留孙佛 那么有六万岁 居纳含摩尼佛有四万岁 佳瑟佛也有两万岁 释迦摩尼佛也有两万岁 释迦摩尼佛几岁 一百岁 甚至不到一百岁才八十岁 那么度的众生 毕博师佛 那么如果说从现在佛来看 居留孙佛也会四万人 这个居乃含摩尼佛渡了三万人 到弥勒佛 释迦佛到底渡多少人 不晓得 这个弥勒佛三会 我们讲龙佛三会 他句称是这样 龙佛三会是 他就讲三次而已 第一次九十六亿 第二次九十四亿 第三次九十二亿 就三个 就度个那么多 那一亿到底多少人 一亿可能是十万人 一亿十万 十万为一 十万为一 过十万亿佛土 十万为一 就过一亿佛土 十万佛土 基本上是这样 那可能就是九百多万 九十四亿 九百多万 九百四十万 九百二十万 有时候也有讲一万为一的 这个亿到底是多少 说法不太一样 但不管 他这三会就度了 你看那么多人 就有很多人 那么就是度众的众生也不太一样 也不太一样 所以他这里讲 寿命有长短 八万岁 四千岁 那你看那个 那个 法杖比丘的四字在王某 说明多少 四十二节 那个更长 那个不是在人间 那个在天上 那色界天以上是算节的 吴色界是算大节 天上是几百岁 几千岁开始算 到色界天就几节 几节开始算 吴色界天是几大节开始算 不太一样 那四字在王某 你如果看 你如果看那个 无量作品 四字在王某说明四十二节 法杖比丘用了五节词维 你看 单单怎么创造进度就用了五节 他说明有四十二节 那一般人间的都是几岁几岁 最多八万四千岁 加塞佛最少也有两万岁 释迦佛才八十岁 那你看差那么多 这个极乐世界或是弥勒佛再来的世界 那个都是七宝有零 现在没有 所以国土有净温 有净土有会土 地址有多少 你看我们用弥勒佛来比就好了 弥勒佛来的时候 你看两百多亿年 三个九十个 九十六 九十四 九十二 两百七十 两百八十 两百八十二 三位两百八十二 释迦佛四十五年 不知道说几位都没有那么多 在舍未果二十五年 在舍未成二十五年 舍未成也才三分之一的人信佛 套称有九十一就是九十万 九亿人 舍未成有九亿人就是有九十万人 九十万人 九十万人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信佛 你看 释迦佛在舍未成二十五年 也才对三分之一的人信佛 那三分之一如果是九十万 才三十万 才三十万人 阿罗汉有几万人 那是各个各地的加起来的 那你看这度重的 度重地质多少不一样 那常随重是大概就是一千两百 正法注释也不一样 有的正法就是长跟短不太一样 甚至有的佛不说法不自见 那么正法很快就没有了 那么正法到底多长 那么说法也不太一样 一般是五百年 五百年 好 所以他这里讲 要知道这是佛的方便视线 就是因为 因为众生不一样 所以视线才不一样 为了适应众生的根基 才有这种种差别 我们要了解它是这样子的 并不是佛的真实功德不同 切勿妄生分别 比如说愿力有不同 比如说阿弥陀佛有四十八愿 要视佛有十二大愿 不一样 那免兴佛每个菩萨的愿力不太一样 那这里讲到三德 佛教里面有两种三德 这里的是智德 恩德 断德 还有一种三德 大宫内凡经有两种三德 一种是般若德 法生德跟解剖德 一种是三德六位的三德 清净柔软如法的三德 还不太一样 这里讲到有两种三 就是说这里讲的三德是 恩德 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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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德 断德 三德 基本上这里的三德是智德 恩德 断德 智德 恩德 断德 这个有大智慧 智慧也满 慈悲也满 篇幅一切众生 然后这个断尽一切烦恼习期 另外大玻璃環境里面有讲两种三德 就是三德 然后一个是法生德 三德秘藏 这个叫三德秘藏 法生 般若 解脱德 他把这个叫做三德 佛的三德秘藏 另外有讲所谓三德六位 共佛其身的三德 我们吃饭的时候念的三德六位共佛其身 清静 清静 柔软 得就是作用 清静 柔软 干涸 乳法 叫乳法 清静就是你做的时候 这个其实就是卫生 我们吃饭 第一个 营养卫生 有没有 卫生 就是 洁净 就是不会不脏不乱 那有些就是 你这个共佛的东西是 干净的 卫生的 那么柔软 柔软就是 美味 就是你煮 这个东西要煮的 要煎的 要炸的 要怎么样处理方式 就是干涸柔软 这不是 这个营养 柔软对 美味 这个就是营养 这个就是你处理的方式 处理的方式 他是 他是这样 他是这个 这个经文叫做 洁净 清洁 洁净无慧 其实就是卫生 洁净无慧 我们写在哪里 写在这里 洁净无慧 其实就是卫生 然后这个 柔软 是柔软干涸 就是这个东西 不会太硬 不会难吃 咬起来口感不会难吃 不会很出色 又很好吃 柔软干涸 就好吃 其实就是美味 卫生美味 这个是营养 乳法 乳法的意思他是说 制造得宇 这个要煮 要煮多久 他才会有营养 一般我们叫营养健康 就是这样 那就是饮食的 饮食所需要注意到的 第一个你要卫生 第二个你要好吃 第三个要有营养 你不要煮一煮 把营养都煮掉了 吃了没有什么作用 要健康 能够让身体健康 要有营养 卫生美味营养 大概就 这个区域就是三个 六味就是咸啊 淡啊 肝啊 苦啊 辛啊 辛酸 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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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酸甘苦 咸淡 这就有 那 就制造得宇 就是你要喂 你要喂 喂处理 喂煮 煮多久 不要 不要煮到都没有营养了 大概 那基本上我们讲三德 就是三德 这个是最本影片讲的 那我们每天讲到 法生德 莫勒德 解脱德 解脱 解脱德 解脱德 他把他叫做三德密葬 也叫三德 密葬 佛的三德密葬 这个是三德六味的三德 不太一样 因為這裡講到 自得恩德斷德 都是指佛的 那這個是前面三德六位是要共佛的 共生的 食物的處理方式 三德六位 就清淨 柔軟 無法 其實就是營養 美味 衛生 營養 美味 跟衛生 衛生 美味 營養 這裡講到佛的功德 接下來要講法 法有一點點 比較深一點點 沒關係 我們看 秋景空聚落 朽故其無人 彼岸臨全樂 禮法禮欲尊 導師引這個聘域 這個技 基本上是結合兩部經 一起說的 來講這個法 那重點在佛說的法 主要是向解脫的 是要達到解脫的 依這個為主 就是說 所有的 所有宗教裡面的教義 我們基本上 第一個 教義 教主 宗教基本上分三大部分 教主 教法 跟教徒 就是信眾 然後 有一個目標 標竿的路 比如說 教主是上帝 或是耶穌 然後教義就是聖經 教徒就是基督教徒 朝天教徒 佛法 佛以佛為圓滿目標 以成果為目標 基督教就不是 到上帝那邊為目標 就不一樣 但是都有一個教主 那教主說的道理叫做教法 教義 他有信眾 信仰他的人叫教主 基本上宗教就三部分 我們是佛法生 以佛為教主 以佛所說的法 那佛所說的法 基督教的聖經主要是 他主要是告訴你 怎麼樣可以到上帝那裡去 這是他的方法 重點在哪裡 佛教的方法重點 佛法重點是 怎麼樣可以像佛一樣 成佛 解脫 脫離生死輪迴 這個是佛的教法 跟基督教教的教法是不一樣 基督教法沒有解脫這件事 但是他們有升天 怎麼樣 你一生追求的就是 死了之後怎麼到上帝那裡去 有一點點像現在 往生淨土 死了之後怎麼到阿彌陀佛那裡去 但是差別在於到阿彌陀佛那裡去 只是個中激戰 到阿彌陀佛那裡去是要修行成佛的 他還是要回歸到佛法的根本原則 還是要出離三界 還是要解脫成佛的 那並不是 但是這個短暫目標跟基督教的一樣 就是先到上帝那裡去 先到我所依止的那個人那邊去 可是到上帝那裡去就是究竟了 那淨土不是到阿彌陀佛那裡去 是跟阿彌陀佛學成佛的法門 利益眾生 那不一樣 發菩提心的 那這個又不太一樣 但是短暫的目標差不多一樣 先到那裡去再說 死了之後到那裡去 那基督教是到那裡去就究竟了 那麼往生進度不是這樣 到那裡去只是要成佛的方便而已 並不是就到那裡去就好了 不一樣 那這個是法 教法 那教法裡面說於這個重點 佛的教法有什麼 比其他宗教的教義更殊勝的在哪裡嗎 蘇德德就在這裡 他是向解脫的 向成佛的 好 那音樂時間到我們先下課 等一下再繼續說